谢博士好 李老师您好 那这个谢博士一开始我们先从你这个进入职场 曾经待过高中这个美术老师 这个开始了 好的好的 就是我分享一下 就是说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台师大研究所的时期 我就是有修高等的高中的这个教育学层 那所以我真的进入教育现场的这个第一份工作了 因为其实我们后来就是说教育实习 其实他也是一份教师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起步 那我在实习的时候是在我的母校永春高中实习 可是我觉得我在永春高中实习的那半年 因为像比如说永春高中现在的这个校长 就是都还是我们都是脸书上的朋友 那有时候也会互相 也还有当时这个辅导主任啊 就是我反而是在回永春高中那段时间 我觉得我好像对于我的那个青少女时期的这个时代 进行了一种弥补 而且我在实习的时候 我突然间就是在我的母校实习激发了 我还蛮大的一种教育热情 激发了我一个很大的教育热情 你想要补偿你过去在这个学校的一些迷糊时间就对 就是我那个时候我在永春高中的时候 我对于当时永春高中的学生 我们其实大家蛮多的学生 其实现在也还是有联系 就是我们有比较深刻的这样的一个交流 就是我觉得其实因为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历程 我反而在我自己当老师的时候我蛮懂学生的心态 对我蛮懂学生的心态 走过 对然后我很懂那一种就是你可能想念书 然后你书念不好 你想找方向你找不到方向 人生迷惘 然后你的人生迷惘 然后你谈恋爱你挫败 那然后就是为什么你好像找不到一种自信心 这样的一种状态 我反而觉得像我这样的一个历程 对我当老师本身其实帮忙还蛮大的 可是你那时候算很年轻啊 所以那时候你会不会跟他们很亲近 就他们一些少女的困扰都会来找你 会他们会来跟我就是谈 那时候我大概二十四五岁吧 那个时候就是研究所刚毕业那个时候会 会 那然后所以其实我在永春高中的时候啊 我觉得有实习的时候有几件事情 其实让我印象其实还蛮深刻 有一部分就是我们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学校有外籍生嘛 来自法国啊 交换生 对交换生 那那些学生其实平常在学校他们是 常常就是会有一些文化上的这个水土不服 那那个时候其实 因为我就是自己用英语 就是去帮他们设计的一些课程 那跟其他实习老师就是一起在 跟外籍生相处的这个过程里面 因为他们外国小 他们自己本身其实蛮有一些独立思考的 这样的一种能力 对 那然后我觉得其实在那方面 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收获也蛮大 那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说 其实我在那个时候 我是真的感受到那种师生之间的 你会被感动的那一种 师生的这样的一种情怀 所以就变成说在那个时候 比如说学生你写给我的卡片 或是一些信 或是发生过的一些事情 其实我都觉得到现在对于我来讲 都还是蛮达到我的内心深处 那然后所以我在我25岁生日的那一年 我生日当天我写了一封信 寄给我email里面所有的联络者 学生 全部的人 就是比如说我的父母也收到了 我当时研究所的指导教授也收到了 然后我所有的朋友都收到 你的感性告白是不是 对我的感性告白 对于我自己25岁的这样的一个感性 然后我从我学生身上看到的 我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体验跟成长 这样现在回想起来有点煽情 可是我当时就有这种感动 就有那种冲动 对对对有这种冲动 可是你那时候实习算是蛮顺利 没有就决定就当一个高中美术老师吗 我那个时候我其实也是因为实习 我对于整个的 对于就是学校的这样的一个美术课程的 这个时间的安排 我自己也有点理解 也是有理解 那因为其实我觉得 我可能会希望说 我的工作形态是花很多的时间 你是可以在做艺术深入的探究 那像你所诉求的这样的一种工作形态 你在初高中的这样的一个美术课的课程目标 不太一样 都是皮毛 就是他们要比较多的是一种就是普世 因为你要是要面对所有学生 但是那可能就是跟我自己的职业的 这样的一个规划 还是会有些不太一样 但是我觉得是透过实习这件事 就是当高中老师这件事 让我很清楚知道说 我对教育工作我是 我可以确定这一个工作 我是会有持续的热情 只是希望更深入 会希望说我的工作是可以 有更多时间是可以就是 教学我的研究成功 或者教学我对就是学科的这样的一个理解 对因为国高中确实 他只能教到一些美术的皮毛而已 时间比较少 时间比较少 因为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初高中的这个美术教育 一个学期可能 我那个时候一个学期就 一个班就一节课 就一节课 然后加上如果不是在美术 高中的美术班任教的话 因为你高中的美术班的话 你可能数科上课的时间比较多 对 所以我那个时候还是会希望说 我的工作形态是 就是另外一种工作形态 好那在去北京工作之前 你在台湾也曾经换过一些工作 换过了换过 那时候很爱换工作 我有个弟弟嘛 他那个时候听到我又换工作 他就说你 他就会觉得很好笑 都是艺术相关吗 都是艺术相关的 都艺术相关的工作 我那个时候在一间画廊 跟在策展公司 画廊经济 对 就是在画廊工作过 然后在策展公司也工作过 一间策展公司 这个好像是很多美术系 也是一个出入之一 对 也叫行政工作 对 行政工作 那但是 就是台湾的艺文产业 普遍来讲 就是你要有一个 这个规范的制度 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台湾 各地都是 像比如说我知道 上海像北京的一些画廊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 形态他也是比较辛苦 那因为画廊 他普遍来讲 他可能都是一个 比较小型的单位 一个画廊里面成员不多 对 一个画廊的一个成员不多 所以当 如果说你现在一个画廊 你要真的是去 接触到藏家 或是去做经济 你需要一个 比较长时间的 这样的一个摸索 对 跟积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当然其实在那个时候 对于我来讲 在我在艺术环境工作 其实有一点 比较困扰我的一点 就是说 毕竟我那时候 可能比较年轻貌美 现在比较老 那我碰到的人 因为都性格比较浪漫 就比如说 你每天上班 就是很多人要跟你搭讪 就遇到很多艺术家 就是学艺 做艺术工作的人 大家就是会比较 那老其实对于我来讲 我个人本身 你很困扰 我觉得我个人本身的话 我的工作的那种心态 其实还是强过很多事情 当然比如说 像我可能以前大学时期 我也会谈恋爱 还是 就是可是其实 对于我来讲的话 我个人本身有一种 很想成就自我的一种 很强烈的这样一个动力 所以他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 当你进入职场之后 他就更不重要 对于我来讲的话 我觉得满足自我比较重要 更重要 对就是自我实践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就是很多事情 也都很重要 但是那个可能 就是对于我的这个追求来讲 我会排一个 就是会有一个顺序这样 好那其实你在职场上 曾经在北京的黑秀网 做过总编辑 这算是一个蛮高的成就 是不是 这个黑秀网 它是台湾的这个媒体 台湾黑秀网 那然后因为台湾黑秀网 实际上我简单介绍 像它是台湾最早期的 一个艺术与设计的 一个新媒体平台 那然后因为 黑秀网的这个负责人 他是台湾非常知名的 一位设计大师 那然后所以我们当年 一起在北大的时候 我们是博士班的同学 当然就是设计公司 就是扩展业务各方面 那然后所以像 以我自己以前 在策展公司工作的时候 我还曾经看过 就是这一位就是设计师 他来演讲 然后那个时候 我是幕后的这个小行政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在那个时候 因为在北京 那他们需要 黑秀网需要有一个人 就是可以在北京 你可以去做一些 北京方面的一个资源的 整合跟报道 那所以我就一边 在北大念书 然后一边就是做这份工作 所以你那个同学 创业创黑秀网 当然当然年纪 也跟我不太 不太一样 年长 年纪也跟我不太一样 对对对 他是台湾一位很知名的设计师 资深设计师 对对 资深的这个设计大前辈 对对对 就是本来公司 就是在台北 就已经开了二三十年 对对对 刚好你在北大念书 就有这个地缘 对对对 一个地缘上的 这样的一个原因 那然后加上 就是因为 黑秀网本来在北京 也会透过网页 去拓展一些 就是在当地的这个业务 那所以那时候有一些 就是在当地的业务的 这样一个接洽 跟这个管理 就是这个就是 透过我那个时候 在处理 那然后因为那个时候 我人就是也在北大 我叫你刚好时间 是重叠的 对对对 念书跟黑秀网的 总编辑 对对对 是的 所以那个时候 就比较辛苦 然后生活也很忙 也是很忙的 但是我觉得 这有点好的是说 因为其实 比如说你一个工作过的人 你也不太可能 就是我工作的资历 我就这样子停下来 所以我那时候 会用一种做法 就是我会透过 像我在黑秀网 做采访报导 这样的一个动作 我会去搜集 我研究的素材 我再把它转 我会尽量就是 把他们这两者的方向 是整合在一起 一举两得 对对 然后就变成是 我在黑秀网 比如说我写了一篇评论 我发表之后 艺术家的评论 或者相关研究发表之后 我会再去做 因为你写给大众看 跟你要做成 学术研究的一个结构 不一样 我会再把它去转化为 学术类型的文章 然后再去找 就是起刊媒体 然后去做一个发布 这样子 后来是因为 北大毕业之后 你才到 上海视觉医师 视觉医师学院 直接就考 那个是应该要考的吧 要应聘 要真 就是教室征聘 要有些条件吧 要有博士学位 就是跟台湾的 这个大学老师的 这个聘任 是一样的吧 你要有一个 基本的学位 那需要口试吗 需要需要 也要试教 就是像在 台湾来讲的话 台湾就是大学老师 应聘要三级三审 那在大陆也是的 就是你一个老师的应聘 你要先透过你的系 你的学院跟学校的 三个关卡的 这样的一个审核跟审查 对 所以基本上要做准备 要做准备 要做准备的 他可能就是看 你的条件 适不适合 跟你过去的 这个学经历 适不适合 那然后 所以我那个时候 是因为刚好碰上疫情 碰上疫情 这个关系 就是我2019年 到博士学位之后 我回台湾了一阵子 那一年底就疫情就爆发 那然后所以 后来我在回到北京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 因为那时候 上海的疫情防控 其实还蛮好 那上海他其实在 不管在学术氛围 还是在台湾人 其实也比较多 然后加上就是 各式各样的 艺术产业也比较发达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 那我想了解一下 上海的学校 那然后所以就是 透过在大陆的 学术圈的这个前辈 就是介绍说 那我现在任教的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他是 因为他在上海 是唯一的一所 就是专业的艺术院校 所以他们跟上海 这个地缘关系 然后以及他们 自己在做的项目 就都是比较前卫的 那我就觉得说 那像这样时髦的学校 其实很 挑战看看 挑战 然后我觉得也很适合 我这种就是 比较不安分的 这样的一种性格 那果然后来去 大家应骗的时候觉得 因为其实 找工作 其实有时候互相 就会知道说 你适不适合 他们的学生 然后我就说 就是学校的 这个办学理念 或是系的 这样的一个理念 大家是不是很适合 共事 那后来就是 大家见面聊了之后 觉得其实蛮适合的 这样子 好那真的碰到 学生开始交下去之后 这个上海的学生 是不是有 有哪些特质 让你印象深刻 大陆的学生 普遍来讲非常积极 是 非常积极 然后非常好学 因为 其实像是 在大陆只要是一个 比较正规 还不错的大学的学生 其实他们的竞争 都很激烈 对 都是很激烈 所以他们其实很珍惜 所有的 可以学习的机会 对 学习的机会 比如说像以我们 自己学校学生来讲 我们学校学生 都志在 可能比如说 要当设计师 我们比较不培养艺术家 我们培养艺术应用型人才 我们学校的 对 传媒艺术方面的 这样艺术型人才 所以像我现在任教的 这个广播电视编导系 它也是传媒方向的 这样的一个科系 对于他们这些学生来讲 他们会不停的去找 一些最新的一个刺激 我觉得上海的学生 还有很大的一个特色 是他们其实很关注 整个国际的 这样的一个操练 对 国际的动态 包含像我们在做一些 校企合作 我们也都会去 试着去联系一些 欧美的 比如说就是 教导出很多 好莱坞的 这样子的导演的大师 或者去跟日本 我们会很积极的 去做一些接洽 去做一些接洽 然后我们的 这样那个办学的体制 跟理念 其实我们也是跟纽约 跟就是跟纽约 跟加州的艺术学院 其实我们学习很多 这样老师压力很大 对 我们学校工作的话 是挑战很大的 对 因为有时候 你想要稍微轻松一点 结果学生突然 拿一个新的东西来问你 你还不得不去了解 这个就是看 每个人的这个选择 我在我们学校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 还蛮过瘾的一件事情 你享受 我享受 我还蛮享受 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 对 对 因为以前 这个传统的老师 可以一个教材 教20年 我们现在完全不行 不同的人 一直轮体就好了 对 然后因为现在 还有个状态 比如说 像我们这样是 教媒体 像我昨天还特地 到台湾的电视台 去做了 参访 对 去做了一个参访 到东森电视台 三立电视台 跟一电视 因为我们现在 在大陆 尤其是在大陆 比如说有B站 小红书 碰到的一个状态 是像自媒体 他太活跃 太活跃 比如说像我们 自己的学生 有一些 他们可能就已经是 自媒体 对 自媒体人 直播主 什么 直播主 网红 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 那大家到底要怎么交流 你要怎样的一个课程体系 对于他们来讲 是需要的 这个其实对老师 调整还蛮大的 就是你不能太老八股 讲传统媒体的 一个这个现况 有时候新媒体 他还不得不了解 就是我们会被 就是我们要去学很多 跟新媒体相关的 一个知识 那这部分 其实我自己 是蛮需要学习的 对 那你在教书 这一两年 是不是会感受到 他们那种积极心 有时候会问题 问到真的让你自己 还不得不回去做研究 再来回答他们 被问倒了 会不会 我觉得我们学校 其实这要感谢 我现在任教的系 就是我现在负责的课程 比较多 都还是一些 就是所有的 这一些项目 都一定要 科目都一定要学的 一些学科 比如说艺术史 艺术学理论美学 这个也都是 我以前美术系 就是你不管今天 你时代怎么变化 你都一定要有的一种 基本的 内在素养的 一个培养的 一个学科 我现在教的都还是 一些这样一个经典 经过时代检验的 这个学科 它变化也不大了 它还是一定有变化吗 艺术史 一定还是不停在前进 但是就变成说 它有一些 就是已经可以 归纳出来的 系统的框架 比如说像是 中古时期 还有西洋艺术史 文艺复兴之一 有一些 你只要是 做艺术相关公司 你都一定要知道的 一些知识 那我现在教的比较多 是这样的一个 素养的一个培育 那这样的一个培育 其实对于 创作者本身来讲 其实很需要 因为你的子弹才够 对呀 就不是那种应用的 如果应用类的话 可能就要了解 现在马上 当下发生的事情 我也要挑战 就是开始做一些 应用型的 这样的一个课程 所以我昨天才去 电视台 自己去学习 对呀 那其实你在台湾呢 刚也提到 你曾经在高中的 这个美术 实习过一段时间 也正式教了一段时间 讲一下 这两岸学生的 一个差别 我觉得普遍来讲 以教育来讲的话 我觉得其实台湾 相对来讲 还是比较早的是 注意启发式的教育 对 你以艺术教育 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其实台湾很早 就引进了一些 就是欧美的 比较新的教育理念 像DBAE 艾斯纳的这个教学法 或是引导式 启蒙式的 这样的一个教学方式 所以其实我倒是觉得 艺术教育本身来讲的话 其实台湾的学生 的创意度是 比较多 对 是比较不受限的 但是我觉得 以大陆的学生来讲 他们的执行力 特别强 就是他们会去 想办法去找一些 就是可能看到到的机会 就是不厌其烦的 去尝试 就为了成功 他可能很直接的方法 那台湾学生 可能比较迂回 比较害羞 过程跟步调 我觉得不太一样 比如说像 其实像比如说 以大陆的学生来讲 比如说我很多大陆学生 他们也特别喜欢 像侯孝贤 杨德昌的电影 因为他们会觉得 台湾的创作者 他们会去深挖出一些 很内心的 很人性的 很内在的一个部分 就是我觉得优势 可能会不太一样 可比如说你说 像以大陆的 他的一个综艺制作来讲 因为他的场面 跟预算都很大 对 所以他可以有很多 就是层出不穷的 这样的一个点 然后以及他的 这样的一个收视率 跟他整个制作经费 那就是 就是也不一样 就像乘风破浪 对不对 对 像乘风破浪的姐姐 对 我们的新闻都跟着 他们的综艺节目 在卖动 对 那所以变成说 其实在大陆的话 我其实可以看得到 蛮多台湾的这个影视人 交流其实蛮密切的 蛮密切 就是很多的影视工作者 也在北京 就是可能就在编剧 写剧本啊 然后甚至可能比如说 有一些这个节目的 这个后制啊 他们好像也是 放到台湾来做 因为台湾可能在技术上面 在就是一些经验上面的话 还是会比较完善一点 有一些过去的一些经验吧 反正现在都是网络传书嘛 所以其实在哪边做都很方便 对都很方便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些 比较具体的 对一些美术系的学生 他毕业之后 不管是要从事研究或创作 有没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其实如果尽早的话 建立一个自己的创作体系 很重要 自己的脉络 自己的脉络 我也常跟我的学生 在讲这一点 比如说像我这学期 有一门课 就是中外电影史 那我会很努力的 希望学生可以自己 去做研究跟调研 因为我会觉得说 比如说好 假设他们今天要拍一个 比如说超现实主义的电影 你一定要先去把 所有超现实主义的 相关的资料 你直接要阅读之后 你要去知道 这个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像很多时候 我看到一些学生的作品 不成熟的地方是在于 他们其实搞不清楚 他们自己在干嘛 那比如说你学理论 你会很清楚知道说 我看到一个作品 你会知道说 他到底在这个时代脉络上 他有没有在这个理论的前沿 他有做突破 这是对创作者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要求跟挑战 那所以我会认为说 他们如果越早 越可以明晰这一点创作脉络 对于他们以后来讲 他们减少迷茫的时间 会越少 所以第一个前提 是不是看的东西要够多 一定要够多 才不会少见多怪 对不对 就是一定要看的够多 自己要多读 然后要很有意思的去反思 所以我常会跟我的学生 他们也要懂的 就是去跟他们所看到的 这些资料去做对话 去启迪 比如说像我们很多 学生女孩子 他们也很喜欢看 这种女性主义方面的 这样电影 但是其实我就会希望说 那他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 女性里面的这样的一个 主义的思考跟脉络 跟过去他的一个 比如说女性主义思潮的 一个时间节点 我希望说他们其实 可以把它去厘清 免得是说他们以为 他们做了一个创新 可是其实已经很多钱 早就有了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那会有助于他们去客观的 判断自己作品的好坏 这点蛮重要的 而且我觉得有些学生 如果时间不够的话 他没有时间做研究 他是不是直接找现成的 速成的 所谓的懒人包 这个其实 就是比如说你今天 不管说你今天要拍广告 你要做编剧 其实那个都是 调研都是前置工作的第一步 所以这个步骤是从来不可以 省略的 就算说今天在业界的广告公司 大家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是在做企划之前的第一步 一定是调研 一定是调研 你才会有一个构想 完整的构想可以出现 所以这个步骤是没有办法去省略的 那像他这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也就是一个研究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常会跟我的学生说 我觉得研究能力研究方法 它其实是很重要 一定要扎实 一定要花时间 对 一定要扎实 花时间 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观众大家 就是眼睛都很锐利 好 那如果真的遇到学生 用偷懒的方式来做研究的话 对 老师你的这个习惯是直接戳破吗 直接鸣讲 会 我在上课的时候很严格的 我在上课的时候很严格的 我到现在我的个性也发展的 比较有一种稳定度了 我现在的做法就是说 我跟学生之间是 碰上专业的事情 我是绝对不会 就事论事 不讲前面 我会很严格的要求 我会很严格的要求 但是在跟专业其他的事情的话 我会比较尽量用同理心 去跟他们交流 就生活面可以谈 对对生活面可以谈 但是研究面一定要 就是在专业专业面的话 其实我对他们的要求很高 所以像学生就是后来他们说 就是给了我一个绰号 就是因为小朋友他们也喜欢 就是对于老师教学风格 因为现在小孩他们 其实会去评价 每个老师教书的 他们都指指点点的 会 其实现在学生 跟我们那个时候 其实也不太一样 因为他们看的东西也多 他们就是给我的这个评价 就是他们觉得我是 看起来很亲切 然后很friendly 但是实际上 我的要求非常的严格 非常的严格 这样子 因为你博士这样苦过来的 对 所以你不会轻易的放下 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那是一种自我 我对工作的一个要求 而且那也是真的为他们好 也是为他们好 我觉得一个老师 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 透过你的专业能力 让学生对你幸福的话 我觉得今天你这样的一个老师的身份 我觉得不合格 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我的工作 我是大学老师 你做的是专业的传授 那我觉得一个大学老师 其实你给学生最重要 还是一个专业的能量 而不是我跟他 我感情啊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不是我最主要的工作 而是我要让你的专业对你有帮助 所以讲博感情 我在想好像是国小阶段 或国中的老师可以这样做 那个是需要 应该是说 应该是说工作不一样 因为你今天出高中生 其实青少年他们本身很脆弱 对 你需要很多的时间 你是要去被关怀 那个在教育上面 其实也是不同的 因为我以前念师大 像高中的教育学生 那叫做就是青少年教育 跟小教教育 跟幼儿园教育 跟大学教育 那个都是不同的 完全不同 不同的方向 对对对 好那如果学生问你说 他想要来台湾发展 你会给他什么建议 大陆的学生来台湾发展吗 我没有学生这样问过 他们只说想来玩而已 真的喔 对对没有学生问过 大家都知道台湾一些地方 挺小的嘛 就玩有期待 可是工作可能就比较不会有期待 每天说有学生跟我提过 想来台湾过 那应该是台湾的学生 想去大陆发展比较多 这个还蛮操作 就市场的现实吗 对对对 那如果台湾学生问 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 是他可以考虑用念书 这样的一个渠道 因为我觉得一个生活圈的 一种归属感蛮重要的 因为你念书的话 你是可以很自然而然的融入 接触 对接触或是融入当地 然后甚至我觉得 可能也可以先参加一些参访团 就是可以一步一步的接触 我觉得不需要直接 就是好像连根拔起的 这样子到 因为大陆毕竟还是很多政策面 文化面 不熟悉的一个地方 文化政策 还有一些交流的方式 思想方式 我觉得其实还是可能要先 对当地有多一点的 这样的一个了解 然后自己再去做评估跟判断 可是不会有人期待说 我被挖角 或者是有人介绍 我就可以直接跳槽到那边去 就直接进入这个职场 如果假设是已经在职场上面 有工作经验的人的话 那当然可能 一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可是因为刚才我们提的是说 假设是学生 学生状态 对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专业人士的话 比如说好 假设你今天在台湾的拍卖公司 工作对不对 那香港的就是保利 如果挖角 那当然很好 因为那肯定在薪资各方面 他会有一个 更高 对更高 或是北京的拍卖公司 家事的舒服比 那肯定那是一个 对对对 那如果像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件 不同的事情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 全世界的优秀的精英 大家的一种模式吧 那有可能会被欧美挖角 就人才会自然流动 对就是人才 他一定就是有地方 可能会自然就是去流动 但如果学生状态 因为他比较没有挖角的机会 学生可能我觉得很多时候 是要去尝试 多去做尝试 跟去多做一些学习嘛 然后可能就要 比较长的是去考虑一下 就是你 哪一个环境 比较适合自己 嗯 这个老师 因为这个在上海的设计学院 然后也是传播相关科系 嗯 我们来聊聊 关于艺术家 如何运用现在的自媒体 来影响自己的影响力 而不是过度依赖画廊 对 本来的艺术家 应该是跟画廊 有个一个依偎关系嘛 对 现在好像要自己靠自己了 嗯 我觉得艺术家 他的这个独立生存的能力 其实在现在很重要 嗯 因为假设你今天是以画廊 呃 方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 画廊他在过去有点 就是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对啊 经济的一个角色 所以他这里面 第一个就变成说 他可能也会 一部分对于艺术家的 一种发展的 一种规划 他们可能会有一个 协商 这就好像一个演艺公司 对不对 对 你对于艺人 你要怎么去设计 我觉得 我相信在现在 应该越来越多的艺术家 他们有 自己的一个 想法 有自己的一个想法 嗯 所以在我认识的一些艺术家 他们为了要保有 他们自己这样的一个自由度啦 他们肯定会去选择一份职业 对 同时在进行艺术家的工作 因为如果假设你今天是就是 画廊签约的艺术家 让大家看到你的创作的一种独特性 独特性 那可能自己要去学很多的 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像我所了解一些可以 自己运作的艺术家 他们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社交能力啊 他们本身的这样的一个交进能力 跟他们对于整个的艺术产业 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体制 他们其实都有一个 很良好的一个概念 像我在北京 我就看过好几位 这样的一个青年艺术家 他们就是跟国内外很多重要的 这样的一个大型博物馆合作 自己交流就对 他们是自己交流 没有经纪人的 没有经纪人 那可是他们大概对于整个市场价格 他们也都会有一个理解 他们会 等于说他们就是自己是创业者 他们自己创业 我觉得那个概念就有点类似像说 自己开个小公司吧 开一个公司 那然后我也看过有些艺术家 他们本身就是 就是真的就开一个公司嘛 那他整个公司里面生产产品 就是他的艺术作品 公司里面有人做企划呀 然后有人做就是沟通啊 做协商 因为有些艺术家 他不想要去烦恼一些市场上的琐事 那他只想专心创作 他就会把他的这个经济 或者是曝光的权力完全去委托画廊 对 那这个可能会 这个可能就要看合约的这个规定嘛 对不对 那因为像我知道的一些艺术家 他们跟画廊通常签的都是展览约 不是经济约 像特约就对 对就是比如说一个展览的合约 那这个就是展览结束了 就看一下展览本身的这个状态跟收益嘛 最后那个老师讲一下你个人的规划吧 这个教职你有没有想过待几年 教职的话 我既然会选择了这一条路的话 就代表我就是以 就是从事教职为我的一个规划嘛 所以就比如说 好我未来的这个规划 其实也就是很单纯 就是说好 那我现在就是我要就是 继续筹备我的这样的一个学术成果 那未来会希望说 我在我的这样的一个学术领域 我会有我自己的越来越多的 这样的一个发表跟影响力 我既然选择了这个工作的话 我觉得那就是我的 就是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就是一直交下去 然后累积自己的研究成果这样子 就是我会希望说 我是一位就是 有自己学术代表作品的教授啦 对对对 我是可以这样子 就是往这个方向去迈进 对对对 我们就要讲一个这个个人啦 个人如果遇到困境或是心烦的时候 对对对 像你自己是怎么样来调整自己的心情 或者是透过一些兴趣或娱乐 我相信很多艺术家也会常常遇到这样 画到一半突然很烦 不想再画下去的 对 像你个人是用什么方法 调剂 我现在有 我现在做事情开始会变得是说 我会有点抓大放小 我过去是完美主义者 哦 这样自己很累 非常累 非常累 我其实长达好几年 我都是超级完美主义者 可是我现在是因为我会知道说 哪些事情要先解决 然后其他事情我就会 无所谓 一步一步去做 一步一步去把它给做完 对 但是我觉得 你说怎么去调剂 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你人越老 你就越不被这个困扰 越从容 就是你人年纪大了之后 你就越没有情绪 就是比如说以前 以前是因为影响你情绪 可是现在已经都不会 其实还好 以前会烦恼化不好 或是卖不掉 或是价钱不好 对不对 我觉得啦 我觉得可能变成说 一种安全感很重要 找到一种安全感 我觉得其实像 以艺术工作者来讲 我觉得学位 比如说学位就是我的一个安全感 对 学历 学历是我的一个安全感 教职其实也是我的一个安全感 如果说当你就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我还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安全感 那找到了一个安全感之后 至少我会 好像为了一种维生来 就是 情绪波动 对 因为我觉得是很大多数的这个情绪波动 是因为你要面临太多的未知 所以我觉得我其实以 就是做艺术工作人来讲 我还是选择了一条 比较相对比较保守的路的 比较保守 但是有些人可能性格就是更狂野 对不对 更冲就直接全职嘛 全职创作 这个我非常敬佩 对对对 就是那种就是我觉得都有点赌徒性格 这个我是非常的敬佩 那他们的 他们的工作就是 艺术家嘛 就是艺术家 对对对 像现在当代艺术家很多都是 都是这样子 对啊 那如果求安全感很多人就是 一样有先有个正直嘛 利用这个 晚上假日才去创作 所以他相对他的情绪波动 生活波动就比较小 相对来讲 可能应该是会 生活波动比较小啦 但是这个对于创作时间来讲 一定影响蛮大 是 就变成是说 你如果现在要我在创作 我不太可能可以做得出 像一些当代艺术家 这么有爆破力的一个 东西 那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因为我已经选择了一条 相对来讲 比较保守的一个生活模式 所以我不太可能 就是说 我有那么大的一种 冲劲 因为人其实在太 平安的状态之下 其实创作欲也 不会到太强烈 不会到太强烈 就是你一定可能要有一些 波折 或者说你一定要有一些 对对对 苦难 你一定要有苦难 就是最伟大的艺术作品跟文学作品 都是来自于苦难跟战争 对对对 所以你现在已经相对平淡下来 对 我现在应该算是说 这种 这种 应该是暗淡了吧 对对对 不会再爆发就对 就只能慢慢的累积 教职就是这样 对对对 就是我会用慢慢累积的方式 这也是我自己选择的一条路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谢博士 为我们两岸教育 谢谢 谢谢李老师 是 BGM